美国近日发生一起罕见的案例 由美国政府出钱 砸下97.5万美元税金与原告和解 最特别的是 原告是美军上校 他控告美军上将姓骚 性侵 而本案在军中调查时因查无实据 上将不但全身而退 还晋升成为美国军中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参谋首长联席会副主席 不过 全案拖了四年后 却在日前 以美国政府出钱与原告和解收场 美国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报道 2019年时任美军上校的史雷特托斯勒 Kathrin Splasdoser据名控告 时任美军战略司令的四星上将海滕 John Highton 自2016到2017年一年多内 对他以言语 肢体性骚扰 甚至性侵得逞 他当时是直属海滕的助理 实在无法对抗他的势力 只能选择隐忍 直到2019年 海滕甚至要晋升为参谋首长联席会副主席了 他才鼓起勇气 将此事公诸于世 对此 海滕坚决否认 美国军中并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调查后 做成一份超过1400页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 只有女方的片面之词 全案查无实据 在调查过程中 媒体并获得多方爆料 只称女方是破坏军中团结的军方独流 作风开放 曾与多人有过性关系 海滕随后晋升成为参谋首长联席会副主席 比美军最高职位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 只有一步之遥 指控他性侵的女上校 则黯然退伍离开军中 改到一般法院提出控诉 2021年 曾任美国太空司令部 战略司令部司令等要职 并被视为 美国将来打赢关键太空战领军人物的海滕 在意外生中 年仅61岁未借铃 即提早退伍 不过性侵案仍未了结 直到日前 代理女上校空诉案的所罗门律师事务所 Solomon Law Firm通报 全案已达成和解 由美国政府赔偿给共方97.5万美元 截至目前 对此和解案 已到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Jeff Bezos 所属企业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任职的海滕 并未回应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 2020年财政年度 美军共有超过6200件性青铜罢案 不过只有50件被定罪